這個就是 建築的屋頸上面有做一些裝飾 其實簡花它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在屋頸上 你看這個 北京的皇家建築上的這種黃色琉璃瓦 做這種濕紋 然後到3C也是琉璃瓦 但是它是 比較多顏色,它是彩色 比較華僑 這種是寧間的東西 那像這個很明顯就有點類似 台灣的嬌子堂 它這個也是低溫燒的 低溫燒出來的狀態 顏色很鮮豔 所以說各地 因為台灣這些簡花藝術也是從 從建啊廣東傳過來的 從清朝就傳過來的 到日本時代還是 還是過來的 所以說 等於說是在中國的建築系統底下的這些 建築屋頸的這些裝飾 它都是有關係的 只是它用的材料不一樣 然後你看像這個江南地區的 它是用這個 這個是泥塑的 然後用這個 磚瓦去疊 疊成的東西 然後這邊還透快 那這個就是 跟台灣的血緣結晶 一件長的 改叫十一公司那個 寶生大地的 寶生大地的 這個簡潔就做得非常好 很棒的簡 那你看也有這種 小房子 就是泥宅 因為做檢田比較 比較貴 它這個都是用碗片做的 這泥宅的話 它用這種泥塑 比較簡單 但是還是 還是很厲害 那這個是台北的 萬華龍戰士 講到這個萬華龍戰士 我就必須講 講一個 一個 概念就是說 減黏啊 什麼叫減黏呢 就是 減下來黏上去 就這個意思 欸對 我現在有那個新港 那個到底是什麼用 什麼簡單的 你知道嗎 新港 新港又一個版頭就是那個 那也是裝置藝術啊 那這 真的就是檢連 那也是檢連 就是做一個瓷器出來 然後把它剪下去 都很傳統的 第一個彩色文 然後它整個社區把它做成就是 裝置藝術那種感覺 沒有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因為它這個是真的是比較在意化的時候 它是 做成比較 比如說有卡通造型 或者說那個 扭啊 做成說 橋啊 或者是 設計整個 就是給你美化環境 對對對 那這個也是 跟這個是 同樣的一個材質的東西 就下去 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照你這樣講 應該是 所以新港本身就有 就是 講成這個傳統 那我回過好來講解連這個東西 就是說 它在光復之前啊 從清朝到日本時代 它是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灰色是什麼 是灰泥 它這個 它騎著一隻 一隻 這個 應該是獅子吧 獅子的 身體裡面是磚瓦 身體外面 是灰泥 去做它的胚 然後胚做好之後 再去用 玻璃 你看這個圓圓的 它有各種不同顏色 是玻璃 玻璃 對 這光復之後才有的材料 他們是跟那個 那個玻璃場 去訂那個玻璃球 它做這個很簡單 它就是 玻璃 用吹 用吹 吹成一個泡 就是一顆球 然後呢 再把它打破 打破片 碎片 一欄一欄的 這樣買 這樣買回來用 所以玻璃這個東西的好處 就是說它便宜 然後它 顏色很多種 然後它撿起來比較 比較好撿 比較方便 然後它的那個 碗片沒有辦法撿太長的東西 但是玻璃可以 所以你看這個虛了 那碗片就沒有辦法做這種表現 嗯 那玻璃可以這樣做 所以 因為這樣呢 在 戰後 玻璃就大為流行 流行因為 那個幾十年的時間 然後 摩甲龍山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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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甲龍山寺的一個 非常經典的作品 但是我們現在在 什麼都不要 我們現在 這個 近年來在修古蹟的時候啊 就常常把那個 摩甲龍山寺把它 修成完 摩甲龍山寺 但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從 你說從 建築 建築的角度 或是從 藝術史的角度來看 這個玻璃檢炎 它都是一個 一個 時代的產物 所以我認為 玻璃檢炎跟 碗片檢炎是不一樣的 不能夠回覆它 但現在很多 很多苗都會說 我們要 修古蹟就是要尊古少 所以他們覺得 碗片檢炎是古少 所以他們 像龍山寺現在修完 有點可惜 他那個 他除了這個三川墊 這個三川墊 還剩下玻璃煮完 其他都修成碗片 就是去 所以他們 他們這樣 他們這樣在做的時候 他們有說這個是 玻璃的 體跟那個 碗片的體 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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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叫碗 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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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磁系列就可以了 對 然後像玻璃的話 在日本時代就有了 但是它是那個 日本時代用的是什麼呢? 那種白色燈罩 那有看過到老房子裡面那種金沙 白色有一點點透明的那種 他們會拿那個來做撿 但是那個只是掃物色 所以正在用玻璃還是要戰鬥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解花有包含三種東西 一種就是泥索 這個是最基本的 基本方式 然後這個是 做得非常好的作品 這個現在已經非常少見 因為以前剪花這個東西 在都是大廟 用的也最多 但是大廟也是最容易把它修掉的 所以他們有了錢就反省了 就磨掉了 所以這個是在泥栽裡面的 你看它這個人都是用灰泥去做出來的 然後用彩繪去塗 這些都是彩繪出來的 它只有上面這個屋簷有一點的 這個是碗片做的 這個是一塊一塊撿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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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這個都是一片一片撿下來 在桌上去的 那這個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硬 它現在台灣的撿黏變成怎樣 變成說工廠貨 我們現在看到尿的屋頂那些 它這些 一片一片它都有現做 工廠貨 你去買來 年一年就變成 所以變成說它 本來這種東西是 你發揮個人手藝的工夫 每個人每個做的心理都不一樣 對 因為你說你這個一片一片 你要怎麼去做出那個尾巴的感覺 或者是身上的毛 或者是這個脖子這種虛 你看它的形狀都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個人 非常意識我 然後現在減黏就變成說 你買現成材料的話就 發揮就很有限 這個我沒記錯應該是那個家裡進行店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膠子槽 膠子槽是用那個低溫 他們以前 以前日本只在做這個 它那個窯都是現場 他們自己現在現場做一個小窯 用磚去疊一個小窯 然後現場做現場燒 所以以前的東西 以前的 日本只在腳趾槽都比較小 欸不是 對 日本只在的 跟清朝的 他們都是比較小的 大概都是這麼小的 然後這個是 戰後的 他們戰後就開始用那個 鷹哥 鷹哥不是燒那個馬桶嗎 燒很多磁器 他們就做的比較大 大概做一匙 然後就拿去鷹哥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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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一下 不是 這個好像還不是喔 這個好像還是那個 現場一樣 然後可以大家看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彰化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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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